我想我们看看最近今天报上有报导那个 昨天报导有报导张献毅 是 他提了一件事情 先讲张献毅这位其实是我的学长 我们中间理工学28期的学长 他现在74岁 他本来是中科院 核能研究所的副所长 那他本身深受国家栽培 但是没想到在美国读书的过程中被CIA吸收了 那他最近发表了一些文章 我觉得大家可以还探讨一下 比较近的 对 正是在金国时代在郝伯孙时代 我们曾经计划IDF载原子弹来反击中国 我们先看这两篇文章 一篇是讲说IDF要带原子弹 另外一个他在比较早的去年12月20号的时候 他说28年下为什么摧毁我们中科院的核武计划 是因为担心民进党执政为反击中国 我们先看这两个时间点 是不是都在军机到台之后 是 都在这个之后 那为什么在这个之后 他今天在美国 他发这些讯息要出来 难道美方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一定要经过CIA同意 他被CIA吸收了 某种程度会有人会关注这件事 让他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这两个新闻都在那个时候发布的 那我们先看看内容好了 我们先看看IDF 带原子弹反击中国这件事情 张仙怡我们现在都是用叛逃这两个字 1988年就民国47年他叛逃离开 离开就到了美国去 那时候我来中科院 我刚从清华大学读完硕士回来 我还记得那个场景 郝伯春那时候是参谋总长 把我们说军官通通集合起来 说我相信你们里面还有 我那时候还没出去读书 现在还有 是是是 那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情呢 那是1988年 就是民国77年发生的事情 那么回过头来看IDF 是这是IDF 对我们IDF IDF是什么时候成军的 没那么早 1988年的时候 我们IDF还在一场混乱之中 我必须讲 那时候真的很混乱 为什么刚刚我在新闻里面提到 那个武克正将军的故事 我们看到故事 武克正将军的故事 他在什么时候呢 他失事 他牺牲的时候是1991年7月12号 他那次是做什么事情 我们那做什么事情 IDF的原型机总算做出来了 我可以讲 IDF原型机做出来的一个故事 当时IDF原型机刚做出来的时候 我们做的第一个实验呢 叫做冲油实验 就是把所有的机油 汽油 什么统统盖加都下去 然后摆在那边摆了五天 看哪边漏油 结果有数十个漏油点 是 那时候我们工作人员 其实还蛮沮丧的 但是美方的人跟我讲 你比我们F-16好 我们F-16当时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有两百多个漏油点 这是个故事 我要讲的就是说 在1991年那时候 IDF做一个什么实验 所以我们已经飞起来了 不但是原型机坐在 而且飞起来了 可是我们一直想做超音速飞行的时候 发生一个问题 飞机会不正常抖动 OK 因为IDF本来设计是超音速飞机 如果它说不正常抖动 我们如果那个音找不出来的话 那这飞机永远坐不下去了 所以那时候武克正将军 做了什么事情呢 那时候IDF飞 它是第二号原型机 在飞 两架那时候F-104 也是超音速在后面跟随 那时候整个IDF的尾翼 已经震抖到不像话了 那个伴随机一直跟他讲说 武上下武上下请跳伞 请跳伞 那时候武克正将军 回答的话是说 资料收集完整了没 因为我们一定要找出这个强烈波动的原因 因为这个如果找不出来的话呢 我们IDF永远是卡在那个地方 当地面回答说 资料收集完成的时候 其实它已经来不及跳伞了 来不及跳伞了 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 好 讲这个故事 这事情发生1991年 怎么可能在1988年 中科院一个做不出来的东西 OK 就是说我们要带着小星核弹到中国大陆去 怎么可能有这件事情 怎么可能 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 如果1988年 你如果在1991年 当时IDF它的功能跟配备 都有极大的瑕疵跟问题时 怎么可能在1988年的时候 就曾经计划IDF在原子弹反击中国 我们的图都还没完成 所以这个新闻有它的可以探讨性 很诡异 很探讨性 那就要联想了 CIA允许这个叛讨的张献毅 在这个时候透过了回忆录 去释放出这个消息 台湾曾经计划IDF在原子弹反击中国 但是遭到美方阻止了 所以它在传达中国说 我们也曾经阻止过台湾去发展这种致命性的武器 应该讲说这不只致命性 这叫做严重破坏性 严重破坏性 核武是一个太伤害地球生态 包括人在那边一个战略性武器 可是如果这种自杀式的攻击 我不可能是透过一个没有研发完备跟成功的武器 去展开吗 不可能 所以不可能吗 这到底传达出什么信息 我在讲另外一个信息 我想去年的12月20号 OK 也是由张献毅 这位先 18年前摧毁核武计划 他的原因是要担心民进党执政反击中国 我们讲一下 民进党什么时候成立的 1986年 是 那个时候民进党还是个小娃娃 对 怎么可能 28年前就担心民进党执政会反击中国 掌握核武 民进党又两岁 不是 他说他被民党滥用那个核武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推理都有问题 是吗 所以以后对这方面来的信息 像我们台湾的民主数字很高 对 我们可以稍待保留理性分析下 但是我要讲为什么经过 因为张献毅先生的讯息会这样出来 一定经过美国官方某种程度 授权 对 授权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美国其实很在乎我们台海之间的安定 当初美国不希望台湾发展核武的重要原因 是不希望破坏我们海峡两岸的安定 当初的总统蒋经国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们发展核武的目的 对象是政府 不是中国人民 是中国政权 不是 对是那个政权 不是人民 不是人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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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